女性谢伊林凭借幽默风格吸引大批粉丝的喜爱 她在结婚后陆续生下一子一女 不时会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工作行程满档的她 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可说是付出不小的努力 日前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 但隔天她在中国有工作 于是开启了两岸快闪行程 她在下午一点参加完女儿的家长会后 马上搭火车北上 搭乘晚间的飞机出发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不久后 到饭店与工作人员见面对岗 接着凌晨三点多开工 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才收工 紧接着下午四点多再飞回台湾 最后搭乘晚上七点半的火车回花莲 她透露自己超想去家长会 但又超想工作 两者都不愿意放弃 笑声小孩子才做选择 超狂行程也令不少网友直呼 真的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